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伴導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真B市 你好,大家好,財事真的好 紐西蘭的二德台漾 大家好 不是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波和三台沙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聘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節我們正向分析 亦都是和大家分享一篇 這個很特別的 是一位中國的學者 在西人的報紙《倫敦金融時報》的一篇投稿 這位學者叫李永寧 他今時今日依然在中國教書 他現在就是天津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 在金融學的博士口 這篇文章就叫做 《如何跳出修飾底德陷阱》 修飾底德陷阱是什麼? 家產,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其實修飾底德就是一位歷史學家 可以說是西方歷史用理性分析的第一人物 是屬於古希臘三大歷史學家之志 他的著作叫做《伯羅賓尼薩戰記》 這段歷史主要是說兩個大城邦 一個叫斯巴達,一個叫雅典 原本就是斯巴達是一個陸權國家 大家稱霸了整個希臘幾百年 後來就由這個海權國家 雅典的興起利用戰艦等等 就統治了愛琴海 但是由於雅典本身的勢力越來越大 最後兩個就發生衝突 經過50年,大家是50年的經歷 最後就由公元前408年到公元前431年 一直累積大家的衝突的因素 最後在公元前431年開始爆發戰爭 總共打了27年 在公元前404年雅典戰敗告終 而根據這個修飾底德 他是曾經做過雅典的將軍 親眼看著整個戰爭的過程 然後他就寫下了這篇歷史 他分析為什麼這一場戰爭會爆發 就是在他這本書的第一章第一節的結尾 就是說這場戰爭的起源就是 斯巴達對於雅典的崛起感到恐懼而爆發 沒錯 而這一句說話後來也是被西方引申了 變成修飾底德行政 就是一個原底本身擁有的霸權 看到另一個新的霸權興起 是很容易會 或者不一定是霸權的 是強國 其實如果說中國就不是霸權的 等下我們就說說或者其他強國 是 而會產生戰爭 是很難避免的 舉個例子 以前的古羅馬和古代加泰基 羅馬是一個新興的國家 加泰基有幾百年 稱霸了西地中海的國家 兩個一撼撼了 這一次是羅馬贏 然後譬如說英國的崛起 海權英國的崛起 到拿破崙又興起了 於是兩個又撼過 後來又到英國的興起 都跟德國打了一二次大戰 就是這樣 更加還有美國和蘇聯雙方 兩個霸權 而其實在最初 川普說到指著中國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提到這一件 甚至習先生都提過 沒錯 是因為一件事就是 西方就覺得中國是霸權 但其實不是 所以這篇文章就是 怎樣可以走出修飾底德陷阱 因為中國怎麼會是霸權 但是的確中國是 應該是發展中的一個大國 強國 當然中國是做自己的事 但是有些人就像剛才家產介紹 之前的真的霸權 美國就是霸權 他們就很不舒服 其實這種不舒服 純粹是一種個人的 主觀的恐懼 說回來 其實好像李永玲先生說 在21世紀國際秩序之下 修飾底德陷阱 如何演變的呢? 大國競爭 從生死決鬥 擂台比武發展到T台走秀 我想T台走秀的意思就是 那些軟實力 其實就是軟實力一種 衣裳、時裝 都可能是一種叫做 競爭來的 這種軟實力競爭 其實中美競爭 應該只是停留在經濟領域 就夠了 我也覺得是 甚至是合作 我覺得 李教授說 美國次太危機之後 特別是特朗普擔任總統以來 啟動的中美貿易戰 兩個國家不斷升級 經歷了19疫情之後 2020年繼任的總統 2020年 因為拜登是當選 其實就是多次強調 中美為贏得21世紀的彼此競爭 同時他又說 美國歡迎這種競爭 而不是衝突 帶有這種 寄生如何生亮的一種感覺 2013年習近平提出 寬港的太平洋 有足夠的空間 容納兩個大國 也就是中美 是吧 2019年 世界正在經歷 百年未有的大變局 但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 時代潮流是沒有變過的 總體來說 兩個國家的領導人 分別將中美關係定位為 擂台比武和T台比美 這個是這個教授的說法 我引述的 21世紀 新版圖也嚴格約束了中美競爭的方式 這位教授也介紹一下歷史 就說哈佛大學 艾利森教授提出 剛才嘉賢說過了 就是修飾底德陷阱的概念 研究過去500年的歷史 發現16個大國崛起的案例 其中12個就是以戰爭收場 即是缺一死戰、生死缺鬥 只有四個是得二行免 因此生死缺鬥似乎看上來 就是中美關係的宿命 但是進入最近的一百年來 尤其是經歷了一戰和二戰 大國的生死缺鬥 令到一千上萬的人 是失去了生命 這個是教訓 大國競爭方式其實都應該改變 亦都發生了改變 二戰之後 美蘇競爭似乎 更加以擂台比武的方式呈現 甚至兩個國家直接咬手瓜 其實都算是不經常發生 多數行為在聯合國憲章這個擂台上 進行的 即使最嚴重的古巴導彈危機時期 美蘇衝突也算是理性控制到的 用一個叫做法乎路指於你 往往點到即止 日後美日競爭 更加呈現T台選美的特點 當然了 擺北者日本似乎也不差 始終維持著世界第三經濟體 而成敗皆恩己和美國因素似乎都不是很大 日本成長於這個叫做東斯效貧的東亞集團 東亞集權制度 後來就變成一個叫做後發優秀學習效應 但是其實日本自身的制度是錯漏白出 即使最趕效應下 就有這個叫做非均衡發展和創新不足 即是所謂的木統原理的短板 日本是完完全全呈現出來的 那21世紀的特點是超級大國在世界經濟地位顯著下降 當然他是指美國 而相關重要的國家 好像朱二十等等的中立國家不斷增強實力 世界形勢呈現壟斷競爭格格 這樣對世界經濟聯合道的要求是不斷上升 即是大家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沒有人能夠壟斷所有資源 沒錯 李教授也總結了幾點 即是現在這個21世紀的格局 第一 21世紀超級大國份額下降 世界更加是扁平化 大國衝突的底氣其實來自經濟實力 而近8年來超級大國一國獨大寡頭壟斷的局面不斷下降 美蘇打擂台競爭當中 1962年10月就是美蘇衝突的最高潮 美國U2在古巴上空被蘇聯擊落 古巴導彈危機亦是大家知道出現了 此時此刻美國佔全世界的GDP大約40% 日美競爭的時候 美國的GDP其實都是多 好厲害 都挺厲害 都是佔 其實日本GDP是接近美國 已經佔了美國的71% 但是這個時候美國的GDP下滑度 只是佔全世界的25% 就是由40%已經跌到25% 入美合計就是佔全世界GDP的42.3% 中美競爭 美國的GDP再是下跌的 只是佔世界的24.43% 也是跌了少許而已 中美兩個國家佔全世界的GDP 就是40.71% 也跟之前說的美日佔的分額下跌了 其實證明了其他國家的 除了這兩大強國之外 其他國家佔的分額上升 是不是? 1962年 美蘇衝突最嚴重的時期 從英國到澳洲等等的十幾個經濟體 經濟佔全世界的總量只有30.3% 前20的大經濟體佔全世界的38.4% 1995年美日競爭 荷蘭和德國這些十大經濟體佔百分之33.8% 前20大經濟體佔百分之42.4% 到了2019年 由於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日本、韓國等等的十大經濟體 世界經濟的比額已經佔GDP的29.96% 20大經濟體佔百分之39.5% 證明了這些排前十的排前二十的 其實在全世界來說 份額不斷減少 其他國家正在增加 證明了世界是更加扁平化 扁平化的意思就是沒有差距那麼大 他的意思其實就是 那第二 等於以前江主席江澤民年代說的一朝多強 比他近似 沒錯 另外1962年 美國GNI佔世界比例 GDP高於0.89% 其實前十的經濟體和前二十大的經濟體 佔全球比例就是少於GDP比例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大部分對外的世界依賴短期很難大幅下降 即是你說現在是否可以突然之間不同其他世界國家做生意 是沒有可能的 是嗎? 即是說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是嗎? 是的 大家的聯繫性太高 沒有辦法完全切割的 根本 是 所以就是這樣說 現在沒有辦法切割 有朋友問GNI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 就是國民收入 要說清楚 GNI Growse National Income 所以證明了 其實的確 你說貧富懸殊有沒有呢? 有 但是跟整體來說 國與國之間的收入的差距 的確確是在減少的 貧富懸殊出現在他們國內 你明白嗎? 但是你整個的話 看上去 如果用國家來比 就是國家之間的差距是變勢 但是當然每個國家的國情不一樣 有些國家 國內的貧富懸殊就很厲害 是嗎? 是的 就好像印度 其實印度有錢人真的很有錢 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現在 亞洲首富都是印度人 當然他們窮 當然窮的話 他們窮人也很厲害 共督府吹窮 是 人窮完帖 太誇張了 另外一件事 大家要知道 國際秩序是有新變化 以前的確 難聽點說 李教授說 就是叢林法則 這個是事實 這個也是事實 現在的確 國際很多時候解決爭端 都是用公約的 有没有发觉?是用一些文明的手法 现在不能动手动脚 其实国家竞争最后最惨烈的状态当然是战争 手段会无所不用其极 当然大家知道 越战也用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去令越南人受到伤害 但是现在的国家竞争关系到一些国际的规则和程序 即是进一步是规范了的的确 大国竞争现在很多不是只是炫耀武力 是更加多的叫自大光芒 就是大家比文明比远实力 国内全面发展 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或者获得感和满足感 就是一些国家增加国际社会的吸引力 老实实说 有些国家也买一样东西 就是我这个国家人民很开心很幸福 其实西方国家经常买这东西 就像北欧 我不说我们五眼 北欧就是这样 小国瓜民多开心啊 这样 他要证明我自己本身的体制的生活方式比你好 比你好 然后就说不如你跟我那一套 继续你就麻烦了 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 其实现在国际新秩序 李教授都说有几个特点 第一 就是国际社会不断完善人类的文明公约 目前除了诸二十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之外 应该说 国际组织在协调国家之间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 二战以后联合国比二战之前的国联进步了很多 而且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更多的共同挑战 当然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共同挑战就是十九 作为跨越主权的国家的国际组织 应该在全人类共同面对粮食气候、疾病、公共卫生等等的领域里面 发挥更加大的协调作用 第二 T台选美首要就是透明 T台选美是以泳装展示风采 所以选手身体任何瑕疵都很容易曝露给评委看到 现代社会保护私人信息包括私人财富 就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 但是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公众公司 增强透明度是世界的共识 其实T台选美的意思也是打个比喻 其实超级大国要被国际社会认同、开放、透明、进责的一面 就是超级大国的放在首位 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主要大国要有更加多的承担 反之就好像美元是我们货币 却是你的麻烦 这些就是十分错误的 另外刚才说了 国际公共物品 中国做了一件好的就是疫苗 就是疫苗 另外一件事 第三 就是T台选美要尊重審美差别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说的 其实每个人看国家的某些方面都是不同的 李教授说 美不美首先是本国人说了算 一些现代化国家里面的皇帝和现代文明完美结合 一些政党长期执政 但是也可以为国家带来繁荣盛 美不美不同文化审美是存在差异的 就是这样说了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还废燕收或者燕受还废 中国人经常发现国人不舍 一件事就是不要东施孝贫地 将西方人捧为一些无限高 其实我们经常说的 这个中国人说的 每一个国家他觉得这个政权好不好 是这个国家国民说了算 是吧 是吧 这个也是东西文化的差异 现在之前经常说 你不可以将 即是你们觉得西方那套所谓的民主制度 强加在中国人身上 行不通 是吧 因为每一个制度都有它的缺点 即是这一次特朗普的事件 已经说明 你们的缺点 西方的制度的缺点 除了金权政治就是民粹政治 没错 是的 在战争之前 即是他有数据 2002年 人均GDP其实也挺厉害 是有 差的 是排全世界40 2019年就跌到49 为什么呢 因为伊拉克以前也有很多石油 所以其实他不是很穷 大家不要误会 其实那些产油国怎么会穷得到哪里 说句老实话 另外就是利比亚 利比亚2010年的时候 人均GDP是有1.21万美金的 因为他也是产油的 世界排67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但是到了2019年就排85 只剩下7,685美金 阿富汗更惨 人均GDP只剩下507美金 全世界排197 从一战二战到美苏争霸 和美日争霸 我们也是引述的 政治军事冲突不断减少 经济的竞争成为主角 特朗普时期 中美的竞争都是以经济为主 其实这个也是好的 证明了人类已经是文明了 进步了 也算是吸取了修飞 底德陷阵的智慧总结出来的 但拜登又好像想走回特朗普的老奴 第四点就是 二十一世纪修飞底德陷阵 有什么呢? 就是从地缘政治到有贴至远方来 不是有贴至远方来 大家知道长期以来 大国竞争的冲突 都是以地缘政治为出发点 坚持一样东西就是 远教近功 之后就是 扩塔之下 喜容他人堪水 一战二战 美苏争霸 亦是如此 盯紧周边 其实就好像盯紧周边的政治家 其实我觉得有些是正棍 说真的 冷战时期 因为美国早建的北约围堵苏联 美中认为朝鲜 即是当时 我指当时 越南居然关于仁川登陆 因为抗美元朝 所以 即是叫做 兄弟同志一起上 这样说 这个我引述 苏联解体之后 北约依然坚持 东抗 导致美俄关系紧张 目前 美国为了压止 中国不断 叫做 增加东南亚的一些兵力 其实 目前就是美国想做一件事 就是压止中国了 但是 其实 美国也在干涉着 东南亚的主权 即是你说就是帮人家 但是其实 你有没有干涉别人的主权 也在干涉着 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自从 苏联在1949年成为第二个 拥有核武的国家之后 大国全面战争成为过去式 1964年 中国 原子弹成功 世界上 也没有任何国家 敢说入侵中国 目前 世界上至此有九个国家有核武 21世纪 洲际导弹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经济全球化 全球互联网 还有就是国家 危险 更多是来自一样的 就是全球暖化和空气变差 因为这些令到很多人身体不适 其实老实说 现在 除了是一些非常时期 战争是有人命伤亡 其他真正的人命伤亡就是健康 现在是没错 最大威胁是疫情 还有就是一些恐怖主义 世界上 几次重大的军事冲突 其实我们都可以发现 对于中美来说 都是很那远 有敌自远方来 不逆危险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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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教授就说 其实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 好像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伊朗 都是很远 可能朝鲜就是近南韩 亦都和中国有领土接壤最近 但是好像其他地方都 尤其是利比亚真的挺远 说句老实话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所谓这么多的冻谱 对于大国之间 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因为已经不是很关系 是吧 另外一个教授 又是总结了 现在修饰底德陷阱和人民幸福 美国立国精神 就是所谓的五月花号精神 即是人生而平等 国家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但是随着美国独霸世界 美国人的利益和国家利益 不断背离了人生而平等 大家知道 当然在西方崛起的过程当中 殖民也有很多的剥削 所以人生而平等 我觉得有时候都是一句空话 虽然他们高举所谓的普世价值 最能够反映人民利益的当然是刚才说的 就是国民收入 GNI 虽然美国的GNI一直高于GDP 但是在1979年达到高点之后 随着苏联解体反而出现下降 美日竞争的年代也没有明显提高GNI的比例 相反2013年 美国的GNI比起GDP 是达到了最高值 据统计 美国历次战争走了的人数 第一位就是二战29.1万人 第二位南北战争20.3万人 第三位一战11.67万人 中国有句古话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烈士鲜血换 位于 即是说美国 美国第四位和第五位 当然 第四位就是越战 这个也是令到一些政治家临台的一个直接原因 就是越战 越战走了多少人呢? 5.8万人 韩战走了多少人呢? 就是3.6万人 所以你会发现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 也有很多美国军人的墓地 值不值得呢? 所以人家说台湾会 美国肯牺牲2万人 我觉得不会 几十年前你牺牲5.8万人 已经是政府倒台了2万人 现在今时今日这么先进 你说肯不肯? 更加没可能 阿布殊 阿布殊都顶不住了 那几万人打伊拉克 对吧? 是 所以呢 其实呢 其实呢 美国近年来 发动的战争 好像伊朗 赘利亚 朝鲜 朝鲜不算了 伊朗和赘利亚呢 其实呢 和美国的经济关联道低得狠的 很低的 另外一件事我们说回 其实呢 韩国是美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 台湾省是美国的第十二大贸易伙伴 其实会不会为台湾省而打中国 令到中美之间贸易呢? 我不信 是不是? 那些人说 哎呀 自由民主一定会和他干一仗 其实 他们的就是说 我和你干一仗没问题 但是你一定要赢 你没有胜算的 我为什么要和你打? 没错 最重要是这样 你不要想着 你用我来和你打 说到什么去挑人 是没有可能的 老海他们经历过一次大战 这些 喂我们的小弟打起来 最后我们连串打获金的 值不值 算一算一算就会明白 最想两个大佬打的就是手底下的小弟 是 如果不是他就会有水 是 那我们最后就说回李教授 李永宁教授 现在还在内地教书 他就说了中美合作竞争的前景 那中国加速超越美国 是美国冲突的 就是中美冲突的有效减震器 那中国GDP在2010年就超越了日本 2019年已经是日本的2.8倍 中日关系不再是竞争焦点了 按照购买力评价理论 其实呢 这个中国的GDP 其实在2017年已经超过了美国 按照这个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s Institute 其实呢 他们也预测中国GDP最快就在2028年就超越美国了 如果中国能够较快的短时间内 实现经济总量是美国的1.5倍 所以呢 中美冲突就会成为笑话 那合作呢 就会占上方 这样说 那其实呢 也是这样说 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眼 自身眼 是吧 是吧 这就是李教授的观点 大家 我们就拿出来 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都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有建设性的意见 我们都会认真去看和思考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